第一个在我云端上面有放Eclipse 那你就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的话 直接我是把它解到桌面上 因为Eclipse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完全是免安装的 免安装 那我这边已经有一个Eclipse 这个环境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这个已经解出来 那第二个就请你把那个TunkCat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TunkCat TunkCat它是一个等于是我们的内部的一个web server 到时候的话 你再run 无论是前端的 或者run后端的这个 那个server page的话 都一定会用TunkCat 那如果你的开发环境有可能 会移动到别台电脑上面去继续开发的话 那因为它免安装可吸版 可吸式 所以我习惯会把TunkCat怎么样呢 解压缩到这里面来 就是说呢我TunkCat 它也是个压缩档 你就把它怎么样 直接搬到这边来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再做解压缩 或者直接怎么样 直接按右键拖拉过来 然后解压缩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TunkCat的4.2版就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是把它放在一起 Eclipse里面会有个TunkCat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你希望把这个环境变成中文的环境的话 中文化的环境呢 那我在那个上面有个放个什么 Babel里面 里面有细胞 里面会Eclipse 对 那里面不是有两个资料夹 如果你把这两个 搬进来 放开之后嘛 它会出现 问你要不要把它把它覆盖的 这个这个讯息 那你就把 这里面的这两个资料夹 把它覆盖过去之后 那这个环境呢 就会变成中文的 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就变成中文的 OK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环境的建设 接下来就是说 你要把它打开之后做一些事情 它就可以让你这个 成为一个标准的开发环境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把这个环境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的话 它会第一个跟我要一个什么呢 要一个这个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那个专案 会放在某一个资料夹上面 所以呢 这个资料夹的位置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放在哪一个路径底下 否则将来你的专案 放在哪里 你找不到 那这地方的话 第一个就是它会 先把这相关的东西漏一下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那到底用什么 什么电脑来跑 会比较快 反正我有讲过嘛 那你当然第一个 CPU越快越好嘛 你I7 或者至少I5以上 不然你跑的话一定会气喘吁吁 这个环境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已经把它中文化了 丢过来 你会发现开起来 它第一个就是中文化的环境 那我这边已经开了 我把它先取消一下 那这个是之前没有中文化的 所以这上面看到是英文版的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这个环境是因为 你开起来之后的话 如果没有中文化就是 英文版的环境 那开起来之后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是Eclipse 那在Eclipse里面呢 我有放一个什么 这个目录 这个是我的Server 那我要必须把它里面放 告诉他说 我的Server在哪个路径 在哪边设定呢 首先第一个在 Windows里面的这个 这个Eclipse里面 然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Server 那这可以注意 你只有 那个Eclipse E1的版本 才会看到 这个设定 如果你在 你们那个ADD 那个Bundle版本里面 是看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 Android那个版本 是没办法开发 那个JSP的部分 那在里面的话 Server 这个Server 这个Server 指的就是说 我们将来要run的Server 在哪里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呢 去把那个Server的路径给它 就是run它 这个Environment 那这里的话 我已经预设有一个 我先把它取消掉 remove掉 再做一次 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怎么把那个Server 加进来 Add一下 然后呢 找到一个 这个Tomcat7的版本 用最新的版本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呢 一个路径 你把它browse一下 因为我是放在哪里 桌面上 桌面上有个Eclipse 刚刚我 把它解出来的路径 里面就有个Tomcat 有没有 那注意一下 Tomcat有时候 之前同学有 遇到问题说 你那个解出来里面 还有一个Tomcat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里面还有一个Tomcat 我建议你把它搬到外面来 那里面的话 指向它就按OK 确定之后的话 这样就完成了 那那个JR1这部分呢 你就不要动 那版本的名称也不要动 就只要动什么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呢 就把它更改为什么呢 更改为我们桌面上 Eclipse里面 那个Mool Disttop Eclipse里面的这个路径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然后按Finish 这个路径 就会出现有一个 我们Apache 的Tomcat 的V7 的版本 那将来的话呢 我只要去run 那个 我的网页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 帮我网页丢到 一个web server 上面去run 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个方式的话呢 开发起来 会比较简利 不然以前的开发方式 你开发完之后 你还要再去开浏览器 然后再去把它打开来 真的不方便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比较一致 这个部分 跟那个Milesault 那个Visual Studio 那个环境 其实差不多 Visual Studio 如果各位以前 有开发过ASP.NET 大概知道 那不过ASP.NET 那个开发环境 它是已经安装好 就不用做任何设定了 所以方便非常多 非常的成熟 但是那个部分的话 有的缺点 就是要钱 什么都要钱 那这个环境 到目前为止 你都不用花到钱 所以这个差别在这里 OK 那这里的话 我按OK 按OK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产生了一个 一个Server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做一个Test Test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Test呢 特别注意 你先把环境设置好了 Server部分也OK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 你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新的什么呢 那因为呢 我们课程里面 就是 就是 无论是动态 无论这个前端 或者后端 我想我们都用什么 Dynamic Wave Quadrant 就是动态的网站 这个端的部分 因为呢 无论如何 我想现在的网站 基本上一定都会做互动 你不可能说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的话 我想是20年前的技术 现在的话一定都是 这个所谓的动态网页 OK 那这里的话呢 你就建立一个什么呢 这个Dynamic Wave 这个Quadrant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这Quadrant名称 我们取名叫做 比如HTML5 好了 OK 然后里面的部分的话 都不要去动它 基本上它预设的话呢 就是 这个Runtime的话 会在Toncat 7 就我们刚刚设定的 另外的话 这个有一个叫什么 Dynamic Wave 这个版本的部分呢 就是动态网页的版本 最新的话是3.0的部分 这是最新的 就是ServerLate 3.0的版本 那这个3.0版本呢 完全如何最新的 所谓的MVC的架构 MVC的架构 这部分什么叫MVC 我想我们后面呢 在后面的课程 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呢 这地方再按NAS NAS 其实 第一个其实就是 Project Name改就好了 按NAS 其他我想这个地方 不需要 会出现什么呢 你的这个Flder部分 要不要增加 没有的话 就直接按NAS 那最后这个地方 也不需要更改 其实按Finish 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你就会建立一个 HTML5的一个 发展 然后呢 你的网站的更目录 其实就在这里 叫Web Content Web Content 那这里的话 如果说 你们要新增 一个 第一个Page的话 请各位在这上面 比如第一张的话 那你用New一个Flder New一个Flder 那Flder 名称的话呢 就是第一张CH01 以后的话我们练习 不是01 02 03 一直往下 Finish Finish之后呢 在这个根部屋底下呢 我们就可以再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 在New一个什么 按右键 也是用New New一个什么呢 HTTP的File 其实我们在前端的部分 都是HTML 就可以了 就是HTML 的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你把它新增之后的话 这个网页名称的话 请在这边的话 加一个叫Hello 好了 这边就是 Hello OK 点HTML 那会建立在第一张的这个 这个资料夹里面 按Finish 就好了 那里面的话呢 开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网页格式 那里面的话 请注意 等一下试试看 把它里面做一些修改 那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 这个HT 要完全符合 HTML File的这个网页里面 一定会有这些架构 包含就是什么呢 一个叫Duck Type 就是后面的话呢 就是档案的叫做形式 它是HTML File 然后呢 一定会有HTML File开头 一定会有HTML HTML 的结尾 然后一个Head 一个Head 里面的话呢 定义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语系的 有没有BigFile 不过我建议不要用BigFile 用UTF8 会比较OK 至于怎么修改 等一下再来 再来讲 你可以把这张直接改用UTF8 然后Tile部分的话呢 里面再会做一个修改 HeadBody 那里面我把修改完毕的结果 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概改 后面把它改UT-8 然后我的第一份HTML5的文件 那Body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 比如说 在Body里面呢 我给它标题2的大小 所以是H2 然后结束H2 里面的话就打 Hello HDML5 这样子 然后呢 最后呢 确定说能不能Run 非常的重要 你做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Save一下 Save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Run 起来 那这杯子 就是要把 这个网页 Run到我们的 网站上面呢 以前 如果你在用NodeCave Plus 来开发的话 你要再去什么 看它存在哪里 然后在浏览器把它打开 非常麻烦 可是如果说你是用 Eclipse来开发的话 因为Web 我们已经有在里面 对不对 非常的简单 那你要确定你的 能不能Run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 Run一下執行 執行之后 他问你说你的Serve用哪一个 我们用这一个 对不对 Toncat 7.0 然后直接Finish一下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网页 丢到哪里呢 丢到那个Apache的 那个Toncat Server上面 帮你做一个什么 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你把这个网页 有没有 现在第一次执行的话 Toncat会开启 有没有 开启之后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网页 编译之后的话 修在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 Hello HTML5 就大概类似这样 那你把这个地方关闭之后 假设这边太阳发在修改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把它 改一个颜色好了 颜色比如说 把字的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改成红色的好了 那你会发现 在Eclipse里面最棒的一点 就是怎么样 它会提示 在Nordid Plus的话 不会提示 这差太多了 在Eclipse里面点下去 可以用选的 不用费 可是在Nordid Plus 它是不行 那比如说我这一样 我可以怎么样 再加一个字型 字型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个放 把颜色部分的话 更改为什么呢 更改为红色好了 那红色部分的标签的话 这个地方呢 你要再放后面的话 再加上什么 放Color 这Color部分的话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一个 16未远的一个颜色的话 那就把这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这部分 各位再try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 那画面我想就 先把这个Color等于 然后 红色的话是 FF00 OK 把它做save 一样再把它run一下 比如说我做一个修改 Finish一下 它就会直接 怎样 把这个字改红色 所以你run 马上可以看到 OK 试试看好了 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把环境解压说 tuncate部分的话 新的Dynamic Web Project 名称我们叫HTML5 然后建立一个 这个目录里面的话 再建立一个 我们的HTML的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我需要的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在这边 你的body里面 给它一个标题2的字 跟一个红色的字 这样就OK了 好吧 画面先我给丢一下 画一下 你